我躺在手术台 主刀医生是我前女友 她看着我那里 突然气笑了 你上面闻的什么鬼东西 我躺在手术台 主刀医生是我前女友 她看着我那里 突然气笑了 你上面闻的什么鬼东西 还有田田 我此时腹痛男人 仍然努力挤出一抹笑 你认不出吗 田田是我和她曾经一起养的猫 是只漂亮不偶 性格和女主人一样高冷 旁边的麻醉师偷看了一眼 没忍住直接笑出了声 太抽象 没认出 柳如烟长眉紧锁 隔着手套 她的手指在我腹肌划了一下 闻在这个部位 你现任能容忍 冰冷的触感 令我色缩 我差点没忍住去抓她的手 但理智让我努力保持镇定 柳医生 待会能不能帮我缝漂亮点 我上个月刚接了几个 男士内衣品牌的拍摄 依手术情况而定 柳如烟淡淡倒 她冲吃瓜吃到一半的麻醉师 小姐姐说道 开始吧 说实话 我很紧张 不是因为长这么大 第一次上手术台 而是我没料到会以这种形式 与柳如烟重逢 我努力深呼吸 记博答 柳如烟忽然喊我的名字 我猝不及防对上她清澈的眼睛 她压低声音在我耳边说道 既然把我闻在了身上 那之前为什么要和我分手 我有一瞬的不解 难道分手不是她提的吗 因为我与她之间存在的差距 柳如烟她平日里总是过分自律克制 而我兴趣广泛 认识她之前 我因为工作关系喝酒参展 全国各地到处飞 她是医科大学博士毕业 我艺术生毕业 勉强算个十八线模特 用我朋友的话来说 就是我空有一副好皮脑 现在的成功女性都是自信恋 我这样的 混迹娱乐圈的只能当个消遣 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接触到的人都比较跳脱 久而久之 我也会在柳如烟面前飙两句冷笑话 但柳如烟不喜欢 她不仅该不到笑点 大概还觉得低 所以我们最终分手了 我提的 柳如烟她自尊心大于一切 没问原因就把我拉黑了 想到这里 还是心痛 但很快我就麻木了 麻醉是往我静脉里缓缓推的点东西 面前的柳如烟始终保持着弯腰的姿势 和我离很近 在她的目光下 我的意识越来越模糊 恍惚中 我似乎又听见了柳如烟的声音 她说 我陪着你 麻药刚苏醒 我头脑不清楚 热得一直蹬被子 有个人不厌其烦地替我一遍遍盖上 当我还想去扯手术服时 有只温热的手轻轻握住了我的手 我神志不清地咚咚了一句 沈亚 把空调开低一点 我好热 一个冷冰冰的声音响起 沈亚是谁 我们公司一姐 长得比我还帅 你新交的女朋友 嗯 我们一起开party 一起喝酒吃夜宵 还做了运动 既博答你可真行 原来这才是你急性蓝尾炎发作的原因 迷里呼呼地达到一半 我才认出眼前这位身穿白大褂 从头到脚都透着清冷的女子是柳如烟 她欣赏了几秒我惊慌失措的表情 将我连同病床推给护士 语气冷淡得不行 尤其是说到女朋友三个字的时候 床病人麻药苏醒 推出去交给他女朋友 原来门口那位是你女朋友的 我同事刚才差点想去要微信的 哥们 你口味独特有 护士冲我笑了笑 将我推了出去 我还在想 我哪来的女朋友 手术室门刚打开 我就听见沈亚惊天动地的一声 都怪我大半夜不睡觉 拉着你炉铁做运动 我的同事沈亚 一米九的爽朗东北姑娘 顶着头当下流行的狼奔头 朝我大步走 清俊硬朗的五官 让走廊内的女孩子纷纷侧目 但一走到我床头 她的情绪就绷不住了 哭得涕泪交迫 引得家属市的人纷纷探头探脑 可怜了 年纪轻轻 啥个毛病哦 怎么半夜做个运动就人没了 还用说 瞧这小伙人高马大的 我嗓音沙哑道 别哭了 别人又把你当小伙了 我可没这批号 去你的 老子我能瞧得上你 沈亚擦了擦眼泪 在我手臂上凝了一把 瞧你上个手术台 虚成啥样的 你还是男人吗 我你没 我不是男人 你是 我要是个男人 你还真干不过我 沈亚轻蔑一笑 小情侣感情真不错 路过的小护士 忍不住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然后 我就看见有道身影 从我们身旁经过 是柳如烟 沈亚盯着她的背影 看了好一回 醋没到 我没看错吧 刚才那个美女医生 是不是你手机平保那个 你一直想再追回来的前女 我叹息 就是她 这下肯定没戏了 她把你当成了我女朋友 沈亚正了正 随即起身 对着走廊镜头 扯开嗓门大喊 必喜 别误会 我刚才是说干架的干 别喊了 她左拐进电梯走了 则 我说呢 你小子偏要救护车 把你拉这家医院来 你这偶遇的代价 会不会有点大 沈亚意味深长地 眯起眼睛调侃道 幸亏她不是烧伤科 或者骨科的 烧伤科骨科的怎么了 沈亚活动了一下手腕 那不得找个人 给你腿打断 手术后 沈亚在我床边 吃钢点的炸鸡外卖 我看得鸡肠鹿鹿对她说 亚姐 给我来一口 想来一口 还是来一刀 柳如烟不知何时 已经站在我的床尾 她冷眸扫向沈亚 沈亚立刻将手里的鸡腿 从我嘴边挪开 丢回盒子里 柳如烟将头发放了下来 轻量柔顺的长发 给她气质添了一分温柔 沈亚有一瞬的看呆 反应过来 她急忙起身 给柳如烟搬了个凳子 柳医生 茶房累了吧 来 坐一会 我喉咙痒 咳了声 记博答 我去护士台给你订餐 沈亚马上冲我笑得十分慈小 仿佛是我的老母亲 这让我十分不适应 柳如烟说道 不用了 她今天一天不能吃东西 那我 沈亚为难地看着我 我知道她是想给我和柳如烟 制造独处机会 我给沈亚使了个眼色 你去帮我请个护工 今晚 话还没说完 就被柳如烟打断 她说 七床 我现在要检查一下你的刀口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柳医生 你可以检查久一点 沈亚说着 将我病床四周的帘子 拉了个岩石 我和柳如烟被围在里面 大眼瞪小眼 气氛一时间有点尴尬 柳如烟对待工作 认真负责 真的帮我检查很仔细 她重新覆盖纱布的动作 很轻很轻 我看着她现在灯光中的脸 不禁仰起唇角 笑什么 她替我粘好背脚 又用棉签沾了点温水 抹在我的唇上 我抿了鸣嘴 伸手拉住了她的衣角 柳如烟低头看了眼 我的手促眉道 有话直说 我温声道 可以靠近一些吗 我刚手术完中气不足 说话声音小 我在上班 柳如烟毫不动摇 柳如烟 柳医生 我像从前一样 拉住她的衣袖轻轻晃了晃 柳如烟抬头深呼吸了几次 忽然顺势弯腰 一只手撑在我的枕边 我与她的嘴唇几乎快要碰上 纪博达 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 她边说边勾出一抹微潮的冷笑 尽管她还是那样冰冷 可她此刻看我的眼底有光 我不敢松手 我怕这一次我再松开手 她会真的消失不见 像什么 我一张口 声音哑了 她说 像只摇尾起怜的狗 我看着她吸动的唇 不自觉地吞了吞口水 她的视线落在我领口的喉结上 似乎看出了我在紧张 我偏了偏头放开了她 冒犯了 下一秒 熟悉的茉莉香气袭来 柳如烟竟然低头吻上了我的嘴唇 我不禁将助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柳如烟她居然主动吻我 干涸的嘴唇被她温柔地描摹 昏暗丝密的空间里 彼此的呼吸都有些急促 小老弟 今晚护工可能 帘子后突然探进来一颗脑袋 柳如烟在这时推开了我 沈亚正在原地 和我大眼瞪小眼 柳如烟淡淡淡地看了眼身后的沈亚 指负轻轻抹了下自己的嘴唇 最近刀口不要碰水 她丢下一句话 正准备离开时 沈亚突然伸手拉住了她 柳如烟脸部 冷漠地抽回自己的手 几乎同时 他们两个人同时开口 留步 沈亚上前一步 往柳如烟的手里塞了包滑子 柳医生 麻烦您帮帮忙 护士台的值班护士说 今晚护工都约满了 您看这事 柳如烟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 沈亚不断拍打她手的爪子 皱眉道 我不抽烟 女孩子少抽点烟 好的 没问题 但是吧 我和一般女孩子不太一样 怎么和你一个侄女解释呢 沈亚对上柳如烟的目光 敬脸红结巴起来 她越说越小声 最后将华子从柳如烟手里抽走 揣回自己口袋 柳如烟无视沈亚 护工的事我会解决 那太好了 我等护工来了就撤 沈亚一激动 又想和柳如烟握手 我差点冲下病床阻止 还好柳如烟她自己堵开了 语气不悦 你不留下陪记博打 是啊 我不方便 沈亚冲我挤了几眼睛笑道 柳如烟冷声打扮 那你可以走了 现在 现在 沈亚回头看了眼门外 空空如也的走廊 不解道 护工人呢 我等她来了再走 柳如烟脱下身上的白大褂 放到我床位上 今晚 我留下来陪护 我和沈亚四目相对 霹里啪啦 电光失火 激动的就差不能原地放船鞭炮庆祝 那可太棒了 我立刻马上现在就走 沈亚说着 条件反射的又摸出口袋里的华子 瞄了眼柳如烟 他直接把烟丢进了垃圾桶 纪伯达 你这段时间一定要遵义主 该吃吃 该睡睡 争取早日吧 咳 精力睡回来 沈亚话里的第二层意思 我自然心领神会 我朝他偷偷比了都OK 懂事的沈亚立马跑了 离开的一点也不含糊 沈亚走后 柳如烟他居然真的拉了把椅子 在我床位旁坐了下 我舔了舔又有点发胆的嘴唇 一紧张道 柳医生 带润唇高了吗 我这嘴又有点干 纪伯达 柳如烟目送沈亚离去 你现在喜欢女孩子类型真男孩子 沈亚他其实 自己男朋友动手术 连陪业都不肯 没有不肯吗 我看着柳如烟因郁怒而微微转容的脸 不禁笑道 他此刻不是就坐在我旁边 吃着别人的醋吗 柳如烟眼珠静静地盯着我的笑脸 忽然抬起手 揉了揉我像鸟窝一样的头发 语气带着点脑梦 却格外动人 纪伯达 分手后撩前女友 你也没有心 我截住她的手 自然而然地将她垫在自己脸下 像猫一样蹭了蹭 谁聊谁 还不一定 柳如烟想收回手 我直接皱眉喊痛 她动作一将 沉声道 纪伯达 我不是你养的鱼 我也没鱼糖 我抓住她的手说道 沈亚她豪爽又一起 和公司里的同事都相处得很愉快 但她真不是我的女朋友 你知道 我喜欢的类型 一直是你这样高冷距离感遇见 柳如烟 距离感 难道没吗 我只是单纯想见你 所以每次我都很主动 而你好像并不喜欢我太靠近你 和她在一起 总让我有一种强强名女 亵渎神明的感觉 柳如烟是我主动追求的 在一起一年我们抬拉手 之后 她像是制定了计划一样 一个月只见我两次 只少不多 我不理解 相爱的两个人不是更希望每天都见面吗 恨不得招到天下 我有了喜欢的人 但柳如烟好像不是这样 和我一个工作室的弟弟分析给我听 说我不行 很好 那个兄弟吃笑 你叫纪伯达不一定代表你就行 人家外科医生什么标本没见过 要么你人不行 要么你不行 横竖都是你不行 不然为什么对你这么冷淡 你俩不匹配 人家女孩子善良 不想伤你自尊 哥 实在不行 就换一个 无语 真是越说越离谱 我又不是什么很饥渴的男人 我看了一眼病床旁的柳如烟 这么久没见 她还是一点没变 白痴灯下 她像画室里蒙了一层白沙的维纳斯 我承认 就算在遇见她几百次 我仍然会被她吸引 爱一个人 是控制不住想将她占有的 柳如烟见我一直盯着她看 忽然主动将脸凑近我 想我吗 我诚实点头 嗯 想也没用 刀口恢复 起码三个月 柳如烟像是故意勾了勾嘴角 才能剧烈运动 语气故意加重在剧烈运动上 我就知道她还在吃沈亚的醋 我拉她一袖 沈亚只把我当兄弟 一般感情都是和女孩子称兄道弟来的 柳如烟显然不幸 你们不是男女朋友 那为什么一起做运动 我将事实告诉她 她生日会 她女朋友硬要玩真心话大冒险 我和她都输了 抽到大冒险 让我们两个跳了流更红健身操 没想到 跳出急性蓝尾炎了 我知道这段话 信息量有点大 侄女不太好消化 没想到柳如烟紧周的没渐渐舒展 她说道 原来如此 表示尊重 我出去一下 过了一会 柳如烟又回到了我身边 往我嘴里轻轻放下一根温度计 修长的手指蹭到我的鼻尖室 带了一股淡淡的消毒洗手液的味道 下次有什么事别忍着 直接打电话给我 她忽然对我说道 我正了正 你会接吗 她看着我微微泛红的眼尾温声道 会的 一时间 病房内很安静 我有些困了 不知道睡了多久 被尿一憋醒十天应该还没亮 柳如烟坐在我的床边 就着病房内昏暗的白痴灯看书 她的眼睛已经熬得有些泛红 我实在忍不住 刚动一动手 柳如烟就抬起了头 原来我的手一直都被她轻轻握着 她靠过来 怎么醒了 尿急 不应该 你插了那个 柳如烟说着 弯腰不知道在我床边弄着什么 直到我看见她手里捏着一个袋子 我才意识到自己刚动完手术 身上还插着倒尿管 我的脸瞬间烧了起来 和柳如烟在一起那时候 我特别注意个人隐私 生怕让她感觉不适 即使住酒店 柳如烟在房间 我在隔壁厕所拉屎 拍着所有水龙头和花洒 我还是不敢使劲发力 就怕蹦出个屁来 如今我努力保持的形象 在今天全然蹦塌了 突然好后悔 让柳如烟留下来当陪伍 我一把握住她手腕 柳如烟 你不要碰那个袋子 柳如烟真的不敢继续了 抬头问我 疼 不是 我脸已经红到耳根 甚至都不敢看她 我小声吐出一个字 脏 我是医生 还有你不用觉得尴尬 不是没见过 柳如烟说着一顿操作 替我拿去清理干净 看着她忙前忙后的背影 我的眼眶红了 好像自从四岁那年父母离异后 除了带大我的外婆以外 就没有人对我这么好 柳如烟回到我身边 拉下我挡在额头上的胳膊 怎么了 柳如烟看见我的脸后 镇住了 大男人突然哭这么丑 听她这么一说 我更难受了 我之前一直想给你留个好印象 连那时都关灯 柳如烟听了又气又好笑 你眼里 我这么不浅 我说道 你那时经常会去看我的瘦 最后接受我的原因 你闺蜜说是因为我长相 符合你心目中的理想性 不是 她说错了 柳如烟回答太快 我情绪更失落了 下一秒 张着的嘴就被柳如烟 投喂了一颗白头奶糖 她捏着糖纸 像是说给自己听 因为喜欢猜在一起 因为柳如烟的这句话 我又重拾了信心 第二天 好哥们沈亚提着试喝来看我 趁着柳如烟早上 有两台手术要忙 我让沈亚帮我带了一束玫瑰 和柳如烟过去最喜欢的蛋糕 我换上自己的衬衫 将自己打理的清爽干净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稍稍松了一口 这样看起来精神许多 喝了我炖的汤 沈亚笑道 我网上查的 香橙萝卜水 排气效果特别好 最适合你这样刚动完手术还没排 沈亚话没说完 我就放了个泡一样的屁 沈亚笑的发出鹅叫 边笑边海狗鼓掌 哈哈哈哈 好屁 再来一个 排空了我请你吃大餐 我一努力又蹦出几个 然后我就看到了柳如烟 她不知道在病房门口站了多久 从她表情推测 应该来了一会了 我脚趾快把床板抠烂实 柳如烟先开口了 床病人已排气 今天可以安排手术餐了 说完她就离开了 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沈亚安慰我 没事 哥们 这么想的屁一般都不臭 何况柳医生她还戴着口罩呢 我生无可恋的盯着天花板 麻烦你马上去一趟我的温身店 让我的店员今晚过来陪我 反正我已经没脸在面对柳如烟了 沈亚呜了一声 走到门口又折回我身边说道 记博答 其实我觉得两个相爱的人 不用太注重这些 不然 你这样谈恋爱会很累的 我听不进去 沈亚也不自讨没趣 往我枕头底下塞了一套大排香水 送我地席的 花呀蛋糕 老套 下次记得送这些女孩子喜欢的 沈亚走后 我拿起手机给从不主动联系我的妈 发了一条短信 没想到这次 我妈很快就给我回了电话 我高兴地接听 没等到她的关系 却是劈头盖脸的一顿责骂 谁说急性蓝尾炎要动手术 先保守治疗一下你会死啊 你一个大男人 这点疼都忍不饿 真是 有什么用 妈 急性蓝尾炎当时真的很疼 而且医生诊断下来 确定不能保守治疗 你纹身就算了 现在肚子上又多一道疤 你不嫌恶心我都嫌恶心 你是个模特 你这样以后还怎么接品牌 怎么赚钱 我昨晚刀口痛都忍了 但听了这些话 我突然感到浑身都在痛 我不是还开了一家店吗 我可以 行了吧 就你那家破身店能赚多少钱 败家玩意 下个月弟弟的学费别忘了他 不然我把你过去那些烂事都抖出去 电话已经挂断很久 我还保持着接听的动作 直到有人拿走了我的手机 柳如烟将通话记录最上方的那串号码 随手拉进了黑名单 你妈又骂你了 我强称着自尊 没 她就那样 听说我进医院 有点着急 说话难听了些 柳如烟看着我 气泊打 我努力使自己看起来平静 无所谓 从小到大 我妈就要求我要坚强 作为一个单亲妈妈 我就是她全部希望 但因为我长得像那个范老师的父亲 她恨我 骂我因为太像父亲 所以注定也一事无成 但她忘了 我在他们这段婚姻里 也是一个受害者 因为父亲犯了错 我失去了原来的国画修复的工作 为了赚钱撑起这个家 我放弃了自己喜欢的美术专业 去当了模特 做了纹身师 以前也没这么矫情 不知道为什么 经过这次手术 我突然好像活透彻活明白了许多 就是成长的代价有点厚 柳如烟说道 还在住院 换什么衬衫 这么注意形象 我本来挺伤心 听了柳如烟的话 忍不住笑了 自己放走的美人鱼 得努力抓回来 抬头时就看见柳如烟正盯着我看 她伸出手 轻轻拂过盖住我眉毛的碎法 继伯答 你有没有想过 就算你不用耳 我也会自己上钩 我愣住了 柳如烟轻笑 傻样 先吃午餐吧 我大概率适合柳如烟复合了 她中午亲自为我吃了一碗鸣吞 还让我陪她打王者 我把对面打到残血后 就放任柳如烟上去收割人头 连赢三把之后 我和她的心情都舒畅不少 柳如烟 我记得你以前不喜欢我玩王者 谁让你每次打不过 就喊都有小哥哥 对我却那么高了 柳如烟夺了我的手机 把我推到靠枕上 小哥哥 技术不错 下次记得也要保护好我 被柳如烟喊了一声小哥哥 我的嘴角差点像AK 压也压不住 她问道 满意了 满意 满意就好 以后每个赛季记得都带我上王者 柳如烟替我好背脚 下午好好休息 我晚上有两台手术 可能会晚一点来 今晚你不用来陪我了 我打断她 柳如烟轻腰靠近我 微微一笑道 气博答 你过去整晚缠着我 不让我睡觉的时候 怎么不心疼一下我 我还没反应过来呢 柳如烟就走掉了 走之前还吻了我脸颊 我越来越看不懂柳如烟了 她变得主动又好像并没有 就比如她刚刚似乎只是不小心碰到我的脸颊 却害我的心脏向上发抖 乱跳得不停 下午故事减少了两瓶点水 我终于可以安心睡了得好觉 醒来十天已擦黑 床边坐着一抹高大的身影 她手肘撑在我床上 单手拖着下来 错落的刘海下 眉峰张扬 五官利品 我皱眉 怎么是你 秦岩笑了笑 银色唇环透着一丝癖怀 前台那哥们晚上有事 赶不过来 那算了 我今天好多了 一个人住院也没事 秦岩非但没走 还拿出一盒蛋糕 递到我嘴边 老板住院 我总得一丝一丝再走吧 我一会自己吃 地铁五号线末班车好像是十点半 不知道是不是我多虑 每次和秦岩在一块我都浑身不自在 起鸡皮疙瘩 我总觉得秦岩他不正常 像是个盖 都怪我平时忙着主意 不太去店里 我徒弟都被我招了些什么人进来啊 哥 我自己开车来的 秦岩道 好 病房一时陷入尴尬的境地 我故意打了个哈欠 奇怪 怎么又困了 为什么这么急着赶我走 秦岩靠过来磁音低沉 我他妈又不是毒蛇猛兽 还是说 哥已经发现了我的秘密 秦岩一双天生的桃花眼 此刻尽满笑意 什么秘密 我淡淡道 你趁我不在 偷我店里钱了 这小子 从我第一次见到他 就觉得他长得就狗狗碎碎了 秦岩抿了名嘴唇 半开玩笑半认真道 钱不重要 想偷人 我恶心的不行 差点一拳砸他脸上 别逼我揍你 秦岩笑了笑 开个玩笑而已 我走了哥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我才觉得病房里空气畅通的多 可秦岩还没走出病房 就和柳如烟打了个照面 秦岩两手插裤带 笑容玩味 抱歉 医生 走急 差点撞到你 柳如烟看都没看他一眼 一贯的高冷 他无视秦岩静止走向我 秦岩自觉没去 走了 柳如烟看着床头柜上的蛋糕 若有所思 刚走的那个油腻男 怎么有点眼熟 你朋友 我挠了挠头 是我店员新招的纹身师小秦 他听说我住院了 就过来做了会 你觉得他眼熟 应该不会吧 因为他来我店里才三个月 你之前都没见过他 才三个月 柳如烟看着我但笑道 你和我分手 这三个月我却感觉像分了三年 听了柳如烟说的话 我正了正 我是真没想到 柳如烟把我和她的这段感情 看这么重要 我牵住她的手 柳医生 我以后一定好好补偿你 你还是先保重身体 柳如烟说完就走了 我以为她害羞 谁知她是去洗手间 还打了盆热水回来 她看着我 拖 晕晕的热气蔓延成水 我聊起自己衬衫一脚 姐姐 你确定现在 柳如烟白了我一眼 帮你这个洁脾狂清洁一下 想什么 她动作轻柔 帮我擦洗了一遍 又换了身干净的衣服 她手中的热毛巾 小心避开刀口 擦拭腹部其余的肌肤 擦到我的纹身时 柳如烟再次被气到 以后不要再纹身了 破坏皮肤细胞 容易造成感染 其实爱人之间 表达爱意的方式有很多种 没必要用这种 我笑道 那请问柳医生 站在医学的角度 你最提倡哪种方式 柳如烟正一丝不苟地 替我整理手术服 没有回答我 我自觉没去 柳如烟的嘴角 却不禁弯了弯 她不紧不慢地 替我扣好最后一颗扣子 忽然压低身子 毫无征兆地稳住我 这个稳 对于刚手术完的病人来说 属实有些招架不住 没一会 我就不由自主揽住她的腰 柳如烟却在这时戛然而止 目光清澈地望着我 这种方式叫做交换多巴胺 我听完将她拉近自己怀里 这方式不错 我们再交换一次 柳如烟没惯着我 再来一次 你就出汗了 说完她端起脸盆走了 我用手被碰了碰放红的耳朵 暗骂自己混蛋 差点把持不住 高领之花居然反过来撩我 这就离不 究竟是柳如烟她拍撬了 还是我真不行了 之后出于男人的自尊 我一直想在柳如烟那里掰回一局 但是直到我出院那天 柳如烟她都没给我机会 我坐在床檐 看着沈亚和柳如烟互帮互助 将我的行李渐渐收拾好 终于要出院了 有点激动 弟媳妇 还有东西需要我搬下去吗 沈亚气喘吁吁地撑着门框问道 柳如烟用下巴点点门口的 两个大行李箱 沈亚终于发现哪里不对劲 我怎么记得顾老弟住院时候 没这么多东西 柳如烟 这些都是我的 我和沈亚都吃了一惊 几乎同时到 都是你的行李 我车后被满了 就拿上来一部分放在了办公室 呀呀 能不能麻烦你帮忙 将他们搬到你车上 柳如烟对沈亚说完 又看了我一眼 我从今晚开始就住到纪波达那里 沈亚挺直了腰笑很坏 那顾老弟你得忧着点 我拉住柳如烟的手 你真要搬来和我一起 柳如烟神色如常 耳根内快却红了一片 你术后需要有人照顾 你一个人住 我不放心 可是姐姐 我家只有一张双人床 你家我去过 明白 我刚想再多嘴几句 沈亚她就拖着两个行李箱 又跑回来了 我去 弟媳妇 你自带锅碗调盆电饭锅也就算了 你带折叠床和被子干嘛呀 我确实也不理解 这下我车也塞满了 沈亚看着两个大箱子为难道 怎么办 要不再叫辆车 柳如烟正要掏手机 一个声音从门口传来 哥 你要用车 就用我的吧 操 秦妍她怎么又来了 而且一来她就开始拖位移 掀起一脚 露出皆是起伏的腹肌 我立刻冲上去捂住柳如烟眼睛 这哥们谁啊 怎么娘们唧唧的 沈亚瞪了秦妍两眼 哥 今天外面天挺凉的 你穿太少了 秦妍将微衣披到我肩上 又将袖子打了个结 我这个角度 正好看见她腰腹那的 是一个与月亮并肩的豹猫少年 少年瓜子脸 笑起来有很浅的酒窝 不用我先开口 沈亚已经率先喊了起来 卧槽 你肚子上的是纪伯达小时候吗 我抬起头 和一旁的柳如烟视线撞在一起 她的脸色不怎么好看 怎么可能 我只觉得离谱 但秦妍却笑道 我腰上的确实是纪伯达 她的声音不大 杀伤力挺大 杀我这个当事人措手不及 我忍不住骂道 你有病 秦妍抚平卷起了衬衫 吃笑了一声 大家可别误会 我只是觉得 哥腹部上的那个纹身 设计的很漂亮 就模仿她的那个图 设计了一个差不多的 她纹是因为爱情 我是纯属职业并范了 这解释 大家明显误会更深了 柳如烟拉下秦妍 披在我身上的位移 丢到一边 我刚想上去和秦妍理论 就被柳如烟拉走了 她挽着我胳膊 走在路上一言不发 直到我坐进柳如烟的副驾驶座 车里只剩下我们二人 我终于忍不住了 柳如烟 你怎么不说话 你别误会 我值得不能再指 柳如烟问我 你的纹身是谁纹的 我急忙解释 当然是我自己 小肚子 又不是屁股 我自己就能操作 柳如烟默了默又问 纹了多久 两个月 柳如烟听完 神色凝重 眸光渐深 车子缓缓开出停车场 柳如烟盯盯着面前 红白色的停车收费感 醋没到 她那个不像是新的 你的意思是 她其实在我之前 嗯 而且那块皮肤上 有很多血流下的新酒吧 说明那块 她至少改过不止五次 什么 我松了一口气 看来秦妍她真的有职业比 竟然对待工作如此严格 你还真是值得不能太值 柳如烟被气得不轻 算了 反正你都有女朋友了 一回到家 我就体会到了柳如烟那句 反正你都有女朋友了 带来的各种幸福 我不会做饭 家里连个像样的锅都没有 柳如烟一来 锅有了 热菜热饭也有了 小时候在父母那 没吃到的一日三餐 全在柳如烟制补回来了 晚饭后 我想自己承蒙洗个头 又被柳如烟带牢了 我是栏尾手术 不是结痰 在我眼里 你痰了不是一天两天了 柳如烟搬了把椅子放在浴室 我坐在椅子上 看公司群里新发的邀请函 不小心弹出几张女生的摩卡 尽管已经以光速返回了 但还是被柳如烟发现了 我急忙解释 我没看他们 气搏打 抬头 头顶上方突然传来一声气音 我抬头 就看见柳如烟故意将黑发缆到一边肩上 露出线条完美的颈部线条和锁骨 我合上嘴 吞了吞口水 还看吗 姐姐 我真没看 二选一 她用下巴点了点洗脸台 这还用选 我一秒关了手机 把手机上交给洗脸台 我看着镜子里柳如烟纤细的身影 她食指修长白皙 在我发肩暗忍 未来你会不会也像现在这样伺候我做叶子 柳如烟弯腰贴近我耳边问道 生孩子 为什么要受那种苦 现在产科医生都不生孩子了 你也不要生 我起身将柳如烟拉坐在椅子上 轻轻拉下她的发圈 余生我有你一个宝宝就够了 我洗好了 现在轮到我为你服务了 闭眼 为了照顾我 一向忙碌的柳如烟请了年假 但其实我出院那天就好得差不多了 这几天 柳如烟几乎把我照顾无微不止 我原本空荡荡的冰箱 现在因为有了柳如烟 每天都被各种养生食材塞得满满 柳如烟说 男人除了运动 那条也重要 那条最好的方式是食补 我笑着说好 都听你的 等我恢复了话 我天天做饭给你吃 晚餐后柳如烟出门采购 我本想开车陪他去 但他严厉批评了我 让我留在家中 没一会门铃响了 我以为是柳如烟旺拿了车钥匙 结果打开门 是我那个一年都见不到几次面地妈 他墨镜未摘 手上跨着复刻的LV 今天不知道是什么日子 他自己来就算了 居然还领着和他和我继父生的小儿子一起来了 我妈和我没感情 这个弟弟更别说了 弟弟陈凯一进门 鞋也不脱直接坐我换鞋蹬上了 哥 别在家休养久了变成肥宅 模特胖了不上镜 我回他 你今年也二十了 没想到坐着还没有我朋友养的肚冰膏 你天 陈凯刚要骂回来 我妈抢先一步 挥手挠在了我脖子上 我没及时躲开 脖子被他抓出三道血核 白眼狼我白养你了 居然敢拉黑我号码 怎么 想和我断绝母子关系 气泊打 我告诉你 法律都不管这个 我妈戳着我的鼻子 又是一痛骂 我一把拎起陈凯的衣领 将他和我妈推了出去 我妈见我要关门 操起手中的长柄雨伞 就朝我动手术的地方头 伞被门家断了 我也受伤了 我捂着肚子 冷汗伸着鼻尖往下低 我身外就是欠你的 我夺过他的伞 最终只砸在他脚边 怎么 想还手啊 这会知道动手术疼吗 我当初为了生理 也是动刀子的 他仗着自己是长辈 用身体撞门 银行卡了 以后你弟弟学费 也不用你每个月撞 直接给我一年的 我一见到你这张脸就烦 我的刀口崩开了 鞋很快染红了衣服 陈凯幸灾乐祸地蹲到我身旁 肥手在我肩上拍了拍 哥 听妈说你五岁就当了头膜 呵呵 你们模特圈乱不乱了 听说很多男女同吃 你性取向正常不 没事 咱家反正还有我延续相伙 陈凯斜了一眼 鞋架上的女士拖鞋笑道 这毛绒兔拖鞋 你的 哈哈 你不会真这么娘炮吧 我忍着剧痛一拳砸在他额角 陈凯被打懵了 捂着头冲着我妈喊 妈 你快来 我不过和哥开了几句玩笑 他把我头打破了 我妈听了 踩着高跟蹬蹬蹬的 就往我这边冲 不分青红皂白 对着我小腿就是一脚 纪伯达你要死了呀 生个病金贵死了 脾气变这么大 妈 我现在严重怀疑哥 他是变态 你看看这拖鞋 还有沙发上那件女士睡衣 陈凯说着 要去拿柳如烟换下的家居服 我上前一把拽住他的后衣领 我的忍耐有限 你们再纠缠下去 我保证把你坐到进医院 陈凯到底还是年轻 但是嘴贱 怎么了 被我说中了 你个死娘 他话还未说完 一只装满菜的包重重地扣在了他头上 鸡蛋芹菜叶沾了他一头一脸 陈凯还想开口 柳如烟穿着高跟鞋 对着他的吸窝骨就是一脚 陈凯当场跪爬在我家入户殿上 只有真娘炮 才会在嘴上争胜复成英雄 柳如烟因欲怒脸微微胀红 他盯着地上的陈凯面色阴沉到了极点 我妈从前见过柳如烟 不仅仅是因为柳如烟过去是我女朋友 柳如烟面无表情地脱下脚上高跟鞋 然后摘下手腕上的表 将他们一件件放到玄关柜上 嗯 是的 柳医生 不好意思啊 小凯他年纪轻 就爱和他哥开玩笑 你别介意 阿姨不知道你也在 不然就给你带些水果了 我妈还没说完 走廊就传来了陈凯的叫喊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柳如烟 印象中他总是从容沉浸 喜怒都有度 甚至是带点书卷漆的大美女 可他此刻正反解着陈凯胳膊 手里的拖鞋底一下又一下 拍在她背上 我妈反应过来去拉架时 陈凯已经哭电喊娘 柳如烟将沾了陈凯鼻血的手 闲雾的往她衣服上擦了擦 阿姨平时太忙的话 我不介意替您教育小凯弟 柳如烟看向我妈 嘴边笑容温婉得体 进一瞬间让人找不出任何不谱之处 我妈是典型的窝里横 她显然被柳如烟抱揍陈凯的样子 吓得不轻 她什么都没说 急忙扶起地上的陈凯离开了 柳如烟找出医疗箱 帮我做紧急止血处理 然后看了下时间 血已暂时止住 还我开车送你去医院 我向他道歉 道歉 明明整件事错的不是他 可他发动车子时手都在抖 我试图调节气氛 拿手术刀的时候手都不抖 记博答 下次你弟再挑衅 你就动手打断腿也没事 我给他再接上去 所以你手抖是因为 你还在为这件事生气 不生气 我怕你哪天死了 他侧头看了我一眼 纯死的 你知道你刚才流了多少cc的血吗 幸好我没有柳如烟说那么严重 但也好不到哪去 我的刀口崩了 我又被推进了手术室 血尽透了两件衣服 柳如烟替我重新缝合了一遍 这次我很清醒 全程看着柳如烟 他比第一次时候沉闷许多 没说话 戴着口罩 因为这台小到不能再小的手术 柳如烟的眼圈红了数次 我回到病房后 没过一会柳如烟也来了 他包了一颗糖 放到我的嘴里 奶糖的甜味在口中蔓延 我整个人稍稍放松了些 又是白兔奶糖 嗯 柳如烟一说话 声音哑了 因为喜欢 为什么喜欢 小时候父母不让吃零食 所以整个童年 我只记住了他的味道 柳如烟低头 认真叠着糖纸 最后他将一颗纸星星放到我的掌心 我看着这颗熟悉的星星 心脏猛的收缩 在抬头时视线有些模糊了 柳如烟轻轻握住我的手 对我微笑 总算想起来了 是不是 是的 我全部想起来了 那段记忆我从没忘记 只是没想过高挑完美的柳如烟 会是记忆中的那个白白胖胖 留着短发的邻居姐姐 小时候父母离异后 我就搬到了外婆家住 外婆独居 平时打点零工 我的童年大部分时间都是放养状态 外婆家隔壁有个小姐姐 她的情况则和我恰巧相反 除了上下雪 我几乎没见过她出家门 他们家总是门窗紧闭 门前地垫楼梯都洗刷一尘不染 就连姐姐的校服也是 整洁干净 而我的衣服两三天还换洗一次 就算洗外婆也仅仅是用井水的味脸 不像她 衣服上总是有种清新的香味 我很喜欢跟在她屁股后面 送她去上学 有一天她的同学围着我唱小邋遢 我没忍住 看着小姐姐身上那件雪白的校服 掉了几滴眼泪 没想到她当场脱下校服外套 揉成一团地点 她说 喜欢可以试试 我说 不是的 我喜欢的是你校服上的味道 她愣了一下 第二天藏了半包洗衣粉给我 当天晚上 我就听到了她妈妈严厉教育她的声音 这已经不是一两次了 小姐姐的妈妈经常半夜对她发火 明明她的成绩已经很好了 外婆说邻居小姐姐挺惨的 她的父母是当地名校的教师 所以对待自己的孩子非常严厉 外婆让我以后没事别去找这个姐姐 她的家庭情况和我家不同 我去找她就是给她添麻烦 我听外婆的话 不再去当她的根屁虫 换成每天半夜 往小姐姐姐家的天井里 丢一颗白兔奶糖 三个月后 我收到了满满一玻璃罐的纸星星 是小姐姐拿白兔奶糖的糖纸叠的 我很喜欢 一直抱在怀里 姐姐坐在我旁边 盯着我绿色的头发问道 你怎么这么小就染发了 我告诉她 我妈妈带我参加了个比赛 我被选中了 我现在是个模特儿了 小姐姐皱眉 模特儿是什么 我又给了她三颗奶糖 得意的笑道 其实我也不太懂 我妈说当模特儿可以天天有糖吃 还有钱拿 我将她拉到大树后面 向她展示我当模特儿赚的钱买来的方便面 午后我们二人躲在草丛里分吃一袋 没开水就干脚 小姐姐居然比我吃的还香 我没忍住替她擦擦嘴角的调料粉 笑她 你怎么像一百年没吃过一样 她搭了下肩膀 我妈她不准我吃这些东西 我呆了呆 小手停在她的手背上 那里留着几道耻印 小姐姐笑了一下 没事 我都习惯了 弟弟我真羡慕你 可以每天自由自在的 这好像是她第一次在人前露出笑容 看着她的笑脸 我却红了眼睛 姐姐羡慕我自由 我却羡慕她一家三口 有人管树 如果可以选择 我其实不想要这样的自由 那天我们一起对着糖纸猩猩许了愿 然后又一起将她埋在了树下 为了以后找到她 姐姐还用方便面袋子做了面小棋子 只是没等到我们来还愿 姐姐一家就搬走了 当年 你一见到我就喊小姐姐 柳如烟想到过去 终于缓和了情绪 眉眼都透着温柔 其实 有没有可能 是因为你从没告诉过我你的名字 柳如烟马上说 是你没有问我 所以你是怎么发现我就是小邋遢的 柳如烟从皮夹翻出一张明信片 上面的游墨已经有些暗淡 但小男孩的笑容依旧灿烂如羊 左下脚印着我当同国时取的一名 小兔堂堂 因为小时候长得漂亮 我妈经常让我戴假发 冒出女童去拍摄广告 没想到这样的我却被柳如烟妥善珍藏 我突然不那么讨厌当时的自己了 长大后我一直没有忘记 柳如烟的拇指抹扎着那张明信片一脚 眼底有光 她说 互联网时代想找一个人不难 某天夜里通过你小时候的一名 我就在网上找到了你 得知你的本名是纪博达 某公司的平面模特 听了柳如烟的话我低下头 那你应该也知道 网上关于我那些难听的传闻 柳如烟嗚了一声 我的心跟着往下一沉 然后我就听见她说 但是谣言止于制止 纪博达 我不是用耳朵在爱你 而且这些年 你作为男性 一直在为女性发声 你参与的很多公益活动 都需要非常的勇气 我很敬佩你 我抬起头 看着她温柔的笑脸 柳如烟伸出手指 轻轻描摸我的眉眼笑道 也不是用眼睛 那晚我们聊了很多 柳如烟靠着我的胸口入睡 抱着她 我睡得很安稳 半夜柳如烟接到一个电话 我正睡迷糊 她亲了亲我的唇角 就走出了病房 我以为是医院里有急事要找她 一直到第二天中午 仍然没有见到她 我忍不住打了几通电话 但她一个没接 我隐隐觉得可能出什么事 心中坠坠不安 过来帮我换眼水瓶的小护士看着我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犹豫后她还是返回我身边 请问你是柳医生的男朋友吗 嗯 是的 柳医生她出事了 我点开小护士发给我的链接 是一条某三甲医院外科 女医生发疯打人的视频 昨天半夜视频被人挂到了网上 到今天早上 已经引起了社会上许多人的关注 这条视频眉头莫尾 一上来就是柳如烟 摁着地上的陈凯打 拍摄视频的角度卡很刁钻 刚好将柳如烟的脸拍清清楚楚 当最后的镜头一闪而过我家门口时 画面被人经过了特别处理 我的脸和门牌号都被打上了马赛克 很明显 这条视频是专门针对柳如烟的 但一定不是我妈或者陈凯做的 因为我妈她没什么文化 是个电子产品废物 而陈凯是个狗障人士的妈宝 小护士又告诉我 视频中挨打的这个青年被人捅了几刀 凌晨四点救护车送来的 一直在抢救中 我这才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 柳如烟成了最大嫌疑人 显然是不可能 因为我们家楼道很干净 没有堆放的杂物可以用来躲人 视频如果不是人拍摄的 那就只能是摄像机了 还是不易被人察觉 极其微小的真实监控摄像头 想到这里 我的后背莫名起一股良意 我拿起手机 刚要拨沈亚的电话 就突然出现的一只手抢走了 天天打给我让我来医院的 老弟 你没事吧 沈亚看着我手机后台内调拨到一半的视频 皱了皱眉 这是你 你已经知道了 嗯 柳如烟让你来是为了看住我 抱歉 我现在必须要出去一趟 我从病床下来 拿起外套就往外走 医院昏暗的地下车库 我摁着还在隐隐胀痛的刀口 快步穿过一辆辆车 快到达自己停车位时 我注意到了地上潮湿的脚印 这些脚印像是绕着这辆车走过好多圈 我心里不禁涌出一股不好的欲感 啪哒 身后发出一声一拉罐被踩扁的声响 我透过车窗看见一抹高大的倒影 我后退了一步 口鼻突然被刺鼻的气味封住 很快整个人被麻痹了神经 秦岩站在我身后 不慌不忙地点了根烟 深吸一口又缓缓吐出 他看着我 在那片烟雾后露出一个微笑 哥 这是要去哪里 我开车送你 我还没走出机里 就被他抓住了 他像只捕猎的鹰掐着我后颈 冰凉的手指在我颈部动脉上摩擦 像是在警告我 只要他愿意 一只手就能掐断我的脖子 这时候有辆私家车正面开了过来 我刚准备呼救 他就贴了上来 在我耳边低语 嘘 想救柳医生的话 你就要听话 我捏紧了拳头 眼睁睁看着私家车 从我们身边经过 秦岩满意地拽着我胳膊 走吧 哥 秦岩替我扣好安全带 像哄孩子一样哄我 怎么了 别这副表情了 我看着有罪恶感 网上那条视频 是不是你发布的 嗯 柳医生大战恶婆婆 反想一般 我把标题改了改 让他火了一把 秦岩就像什么事 都没发生过一样 谈笑如常 而我听了他的话 如坠冰角 不过他下手太轻 像你弟弟这种人渣就该死 秦岩谋光一暗 将手上的烟按灭 谁让他老是来烦你呢 所以是你捅伤了陈凯 不然呢 秦岩发出一声嗤笑 你的柳医生 一个女人 只会拿小刀救人 果然是他 伤人后嫁祸柳如烟 在我门外 装了摄像头的人都是秦岩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 监视还是偷窥 如果是监视 那我想的没错 是应该也有一个摄像头 否则秦岩不可能知道我这件事 因为那张设计图 是我在家里那台电脑上完成的 除了我自己 店里其他人根本不可能见过 我问秦岩 你要带我去哪里 他笑了笑 没什么事 就是一直想请你去家里坐坐 不知道哥们今天能否赏脸 四十分钟后 车子停在了一间私人车库中 秦岩的家 是一幢独栋别墅 甚至自带泳池花园 这和他当初来我店里应聘时 说的完全不同 也许从那时候起 他就开始刻意伪装自己了 但他接近我的目的又是什么 我确定自己以前从没见过秦岩 寄哥 欢迎来我家做客 秦岩将我推散地下车 手势图要来抓我的手腕 我恶心地拒绝了 他不介意地笑笑 拉起我的手强行圈上他的腰 那天 你们就是这样从我面前离开的 他挽着你你头也没回 哥 你知道我当时是什么心情吗 秦岩将我拽着 一步步走向他家中 他将我带到一间没有阳台的卧室 又拉起了全部的窗帘 房间中光线被隔断 秦岩站在阴影里 给我倒了杯水 哥 给你看点有趣的东西 他坐到我身边 打开了投影影 白色的墙上开始播放幻灯片 我当模特时的照片 一张又一张映入眼帘 小时候的现在的 不断交替滚动着 秦岩沉沦其中 目光痴迷 十周年快乐 他按下暂停键 墙上是一张 我最近发在朋友圈的照片 这原本是我和柳如烟的合照 但现在柳如烟被抠除 换成了秦岩 他指着这张合成的亲密照 对我笑道 我崇拜哥整整十年了 可以说 是你的狂热粉丝 你的杂志你代言的东西 我每次都会买 我在你身上 花了将近一百万 可是那个医生呢 他又为你做过什么 他有我喜欢你喜欢这么久吗 秦岩靠过来 唇上的银色 唇环泛着冰冷的光 我一拳将他嘴角砸出了血 他不怒反而享受的 舔了舔渗出的血 下一秒 他拿出副手铐偷袭我 将我烤在床架上 秦岩伸进我的裤子口袋 拿走了我的手机 你在录音 秦岩沉下脸 关机后直接丢进了鱼缸 他阴郁地望着我 想报警 明明是你做的事 为什么嫁祸给柳如烟 你就该去蹲橘子 你说为什么 他逼近我 掀开了自己的衣服 我看着他身上 密密麻麻的纹身 只觉得毛骨悚然 浑身发凉 秦岩他真的疯了 他背后刺满了我的笑想 原来那天不小心 露出来的那块 不过是冰山一角 秦岩冲我吼道 得知你想开店 我就去外面献血 我每天都在你身边 一路陪着你走到今天 你为什么就是注意不到我 男粉就他妈不配得到重视 男粉就是变态就该死 像是压抑太久突然失控 秦岩打开床边的机 眼睛通红地死死盯着我肚子 他又哭又笑 转身去找工具 纪伯达哥 你在自己身上 再闻个我的笑想好不好 哪怕 哪怕就一个我的名字 行啊 有种把我松开 我冷笑 哥宝正在你身上 闻坨狗屎 只要你文蛋 我都喜欢 秦岩这个变态边笑边 打开了刺青针的店员 朝我走来 就在这时 卧室的门突然被人撞开了 门外冲进无数民警 柳如烟也在 他率先给了秦岩裤裆一脚 秦岩被踹得猝不及防 整个人倒在一旁的玻璃茶几上 他的脸色苍白 但他盯着柳如烟仍挤出一抹微笑 你不在警察局待着 怎么有空跑到这里 秦岩 柳如烟冷眼看着他说道 不 应该叫你秦晓岩 秦伯达粉丝后援群的群主 柳如烟看着满屋的照片 和应援物的情况 这些年你冒充于粉丝 一边以群主女性的身份 混入秦伯达的饭圈 偷他的日常照 一边又开无数小号 把那些生活照辟成亲历图 装作你们在交往的样子 发在社交软件上 听完柳如烟的话 我难以置信地看向秦岩 你是群里的严姐 秦岩笑了起来 秦伯达粉丝群里粉丝这么多 你凭什么怀疑我 柳如烟冷声道 因为我也在群里 我和秦岩同事一愣 柳如烟他竟然也是我的粉丝 我的嘴角微不可觉地上扬 柳如烟瞪了我一眼 脸上有些泛红 既博达他单纯喜欢在群里分享生活 我要确保群里没有像你这种 冒充粉丝潜水干坏时的变态 还有 还有趁机聊他的女粉丝 最后警方在秦岩家中 搜集到了相关证据 还在浴室里发现了 重伤陈凯的作案工具 秦岩被警察带走后 柳如烟陪我回到车里 他当坐下我就将他拉进了自己怀中 一个民警走过来敲了敲车窗 柳医生 这次我们能顺利抓获罪犯 多亏你提供的线索 网上关于你不实的舆论 我们警方会出面帮你澄清撤除 嗯 麻烦了 民警走后 柳如烟告诉我 原来前几年网上不断出现 关于我私生活混乱 男女通吃等无数的绯闻 是有人刻意为之 柳如烟他一直都在追查这些事 他发现有人用许多小号伪造 和我谈恋爱的日常发布在网上 从那些比较贴近生活的照片判断 这个人很有可能是我的铁杆粉丝 而铁杆粉丝必定在我的后援会粉丝群里 那时柳如烟就潜入了我的粉丝群里 就为了在暗地里搜寻线索 最后他把目标锁定在了群主秦小妍身上 原因是他从不视频女婴 即使暴照也是屁得非常恐怖的龙妆蛇精脸 而且永远只露下半张脸 但柳如烟那天在病房医见到秦妍 还是认出了她 秦妍的唇环和秦小妍的唇环位置相同 款式也一致 不仅如此 两人唇形和人中的结构也非常接近 听到这里我不得不感慨 柳如烟不愧是学艺的 细节真到位 所以那天你在医院说秦妍是面熟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发现她有问题了 不 后来看见她腰上那块可疑的纹身才真的确定 柳如烟拉住我的手说道 昨天我半夜接到奇怪的电话后 我就提前报了警 为了不打草惊蛇 我不得不先装作上钩 可我担心你一人在医院 所以打了电话给沈妍 没想到最后还是发生了这样的事 说到这里 柳如烟的眼尾微微染成了红色 我从口袋拿出一颗糖味进她的嘴里 姐姐 你为我做的够多了 无以回报 请你吃糖 她微微一正 随即圈上我的脖子 果糖稳住了我 奶糖味的稳 很甜 今天的事已经困扰了我许多年的烦恼 终于一并过去了 回家的路上 我整个人放松愉悦的靠车窗上 看着正开车的柳如烟 她认真的模样真好看 网上说恋爱脑才是男人最好的嫁妆 我想也是 我喜欢柳如烟 没有缘由 没有期限 柳如烟 确定不要回医院 不要 我忘了她 我现在只想在柳医生的怀里睡一觉 好 那我们回家 如果能再听你说出 你在我粉丝群干特工那些年用的马甲名字就更好了 柳如烟默默了默回答 喝露水的小仙女 吐大甜 我一个没绷住 笑得刀口疼 柳如烟皱了皱眉 笑什么 想再挨一刀 不是 原来那个总是发萌猫表情包的软胃竟然是你 柳如烟道 行言这个群主当很谨慎 想混进你那个群不容易 谁让你的女粉丝都是涉事未深的小妹妹巨多 所以你这是蒙混过关 算吗 柳如烟听着我的笑声 嘴角也跟着杨起 她切换排挡的时候 顺手握住了我的手 纪博答 她说 等你身体好一点 我带你见两个人 我还在笑她的那个网民 突然听她这么一说 瞬间呆住了 柳如烟紧张得猝起眉 怎么了 没有 我只是觉得被认可的感觉真好 我的嗓音有些哽咽 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想到柳如烟的家庭 学历 一时间自卑和期待各种情绪掺杂在一起 你不想见我父母 不 做梦都想 我突然想到柳如烟的妈妈很严厉 担忧道 叔叔阿姨会喜欢我这样的吗 见一面不就知道了 反正我妈她早就想见你了 我听完直接愣住了 原来我不是柳如烟的秘密 她的父母和朋友都知道我 柳如烟说她妈妈空了想见见我 但我没想到阿姨这么空 第二天早上 我就在自家客厅见到了柳如烟的妈妈 一个烫着时髦小卷发 身穿花裙子的微胖中年女人 说好的名牌学服女教师 气质清冷又高傲呢 我还在担心自己染发和首饰入不了阿姨的眼 结果阿姨一见到我就夸 你这个发色好显摆 你戴的这款项链牌子我也很喜欢的 你看 土星带钻款 我不理解 明明小时候记忆中 柳如烟的妈妈气质端庄 总是穿一身闭塞或是白色过西长裙 邻居们和她打招呼 她高冷的只是点头 但眼前这个阿姨 单人就能说一台话句 笑声还嘎嘎的清脆 我正圈 阿姨突然将一个大金佛带到了我的脖子上 听说你住院了 阿姨特地去金店买的 男人带金 对身体好 对了 还有这些 不疑会 茶几上堆满了恶娇人参燕窝等物品 最后阿姨从包里拿出一大袋白头奶糖 堂堂宝贝 阿姨知道你和甜甜是因为这个病情的 所以阿姨今天过来特地买了带送你 堂堂 对啊 甜甜在日记本里就是这样称呼你的 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个称呼 柳如烟妈妈想了想 挽住我的胳膊笑道 不喜欢的话 阿姨叫你帅哥 哥们 毕生帅哥过后 柳如烟妈妈直接和我聊起八卦 她从柳如烟小时候过敏体治疗到柳如烟青春期写的暗恋日记 又从日记里的堂堂宝贝说到我和柳如烟的婚企 等等 看着坐在我们对面一直抿唇微笑的柳如烟 我脑袋差点炸了 接下来一段时间 柳如烟的妈妈隔三差五来我家看我 每次来都会顺带帮我打扫一下卫生 做顿大餐 有一天 我终于忍不住问柳如烟 阿姨究竟是因为什么性情大便 变得如此开朗活泼 我妈性格本就那样 你也知道小时候都是她教训我和我吧 而我妈的端庄纯属伪装 我奶奶走后 她的本性就回来了 柳如烟将我拥入怀里说道 简言之 就是婚后不和婆婆主 每天揍一遍老公 原来你性格随得阿姨 我听完笑道 那我得向我老丈人取取经 婚后如何让老婆做得舒心 胡说什么 柳如烟在我腰上凝了一下 你还没求婚呢 我也没说要嫁你啊 十个月后 我和柳如烟举行了婚礼 我尽自己所能 给了柳如烟一场像样的婚礼 婚礼当天 我妈推着残疾的弟弟来碰瓷 结果被我丈母娘指着鼻子 一顿双语混合骂 我妈没文化 连还嘴的机会都没有 刚要拍拍大腿 坐到地上大哭大闹 就被我一米九 浑身健子肉的老丈人 一只手提起来丢了出去 老丈人拍了拍 我都被说道 女婿 婚后吃壮点 没事多撸撸铁 家里蛋白质粉还有吗 没有爸家里有 今后咱俩的老爷们肝胆相照 守着自家媳妇 我问柳如烟 咱爸以前是不是教体育的 柳如烟将戒指带到我的无名纸上笑道 不是 他教音乐 我没忍住 笑破了音 尴尬万分时 我丈母娘替我解了威 她激动地握着麦克风冲我喊 我儿子是最帅的 笑破音也帅 看着柳如烟的家人 为我欢呼鼓掌的模样 以及台下笑容洋溢的宾客 我眼眶一热 一个大男人落了泪 我揭开柳如烟面前的白沙 俯身吻他 彼此相拥的时候 他趴在我肩头轻轻说 还记得小时候 对着糖纸猩猩许的愿望吗 今天实现了 我看着他 笑道 我的也是 从此以后我有家也有他 我们都有一辈子吃不完的糖 晚安